来关心宜兰大学传出火警 还有学生受困大楼上演惊魂记 在今天上午 宜兰大学的生姿大楼四楼 冒出了阵阵黑烟 大部分学生都有及时疏散 但八楼一位女同学来不及逃生被呛伤 幸好救出后意识清楚 知了解起火点疑似是一间教授的办公室 火灾广播 火灾广播 请奋斗 所有人员尽速离开 浓浓黑烟从学校大楼不断窜出 现场还传出有做实验的学生受困在里面 警销道场搜救 顺利把人给救出来 女学生获救后惊魂未定 表示自己当时呆在休息室 当时大楼内的大量浓烟 让她有呛伤的状况 索性意识清楚送医治疗 有学生通知说外面有火灾 所以我就赶快下来 整栋都是实验室吗 有实验室有教室 19号上午10点多 宜兰大学深之大楼的四楼冒出浓浓黑烟 还好当时大部分学生发现后及时逃生 只剩八楼还有一名女性女学生受困 在警销合力搜救下顺利救出 根据了解起火点为四楼的教授办公室 并非学生的实验引起火警 办公室的教授最后一次进去 是星期四的晚上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